前朝鲜官员高英焕曾跟随金正日乘坐火车出行 因为朝鲜多围土路 一下雨拟命不堪通行困难 所以领导人就乘坐火车出行 另外金氏家族非常怕死 因此专列不仅防弹 还搭载了地对空导弹 以防遭到空袭 朝鲜贫穷落后 金家的列车看起来也只是 镶着黄边的古旧绿皮车 但实际上内部非常奢华 除了有传真、电话、网络连接 舒适的装潢让金正恩仿佛置身家中 金正恩的专列还拆除了金正日时代的后地毯 改用大理石地面 同时选用了更亮的灯光 专列上金正恩带有大量安保人员和随从 但他的房间很私密 不允许官员进入 此外专列上还供应各种美酒佳肴 超线独裁政权从金日成开始 就担心飞机会被击落 一直乘坐火车出行 其子金正日和孙子金正恩也继承了这一习惯 让这列绿皮火车成为朝鲜领导人的象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道